苗栗县盘桃国小篮球场创校使用至今 已经超过20年 在县政府与校方的努力之下 获得体育署补助745万元 进行球场整修 配合校庆运动会正式启用 成为最佳的生日礼物 更提升运动空间的安全性 运动员进场精神抖擞之外 各班创意装扮 更展现出国际教育成果 苗栗县头份市盘桃国小 欢庆24周年 校庆运动会和社区家长同乐 今天感谢宇会所有的 我们同学的父母 真的谢谢你们生了那么棒 那么优秀的宝贝 刚刚我看到你们那个进场的大会舞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表示校长对今天的这个活动 非常的重视 拉响礼炮与会来宾共同开球 象征足球场和篮球场整建工程 晚功启用 足球场和篮球场的过程 也遇到一点困难点 那我就个人就赶快跑去 跟处长寻求协助 那因为处长的帮忙 然后让我们的球场 现在落成非常的漂亮 然后社区的家长跟小孩子 都非常期待 也非常的喜欢 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 非常谢谢处长 也非常谢谢现场的支持跟协助 潘涛国小获得745万整修球场 足球场采用五人制标准场 篮球场以AC铺底 原本篮球场就有很多人在打球 那我们的球场 足球场晚上也有人在踢球 那有灯也有人在踢球 那因为改善了整个环境之后 现在人一直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大家没有地方 可以去打球 然后现在慢慢都在回流了 提供师生社区居民更加安全的运动空间 也成为潘涛国小最棒的生日礼物